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11月9日 拉特朗大殿奉献日 The Dedication of the Lateran Basilica 本篇里是纪念旧式主大殿 也称拉特朗大殿祝圣周年 拉特朗圣若望大殿 全称为拉特朗至圣旧主 习者圣若汉圣使圣若望总主教座堂 是天主教罗马总教区的主教座堂 也是罗马四座特级宗座圣殿 拉特朗圣若望大殿 圣伯多禄大殿 圣母大殿 和城外圣保禄大殿中 最古老排名第一的一座 享有全世界天主教会 母堂的称号 初期教会 常被迫害的气氛笼罩着 三百年内 宗教仪式 仅在私人房屋 或地下墓窟秘密举行 待君士坦丁大帝 宣布宗教信仰自由 教堂相继设立 公元312年 君士坦丁大帝归一圣教后 将拉特朗宫殿献给教宗 并在殿旁的空地建大堂一座 324年 由教宗圣西物斯德勒 祝圣后 定名为旧式主大堂 后人又称为 拉特朗大堂 或君士坦丁大堂 罗马教宗居住在该堂 历时世纪之久 该堂定名为旧式主大堂 亦如上述 故以耶稣显圣荣占礼为主堡占礼 赐主堡为圣若翰席者 因此 普通习惯上 亦称为拉特朗圣若翰大堂 旧式主大殿于897年 因地震倒塌 第十世纪重建 最后一次祝圣典礼 由教宗本堵十三世举行 实为1726年 至圣的拉特朗大殿 全罗马及普世所有教堂的 母亲及根基 是拉特朗大殿独有的称号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平安喜乐